11月13日 美國中山德善堂在舊金山中國城麗香小館舉行蔣賀金企勁聯歡會 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館、領事莊園縣徐思瑞出席活動 德善堂主席孫智忠、副主席鄭卓人、監視長高華坤、獎學金主任孫智雄、企國委顧問、職員、楊禍總會館秘書馬金權和楊禍屬下各大善堂工商會首長鄉親200人歡聚一堂唱聚鄉情互道祝福 聯歡會由福利委員洪信祥主持 孫智忠主席致歡迎此時表示2022年疫情仍在影響著大家的生活和工作 而原定於8月5日舉辦的蔣賀金敬勞聯歡會被迫延遲到現在才可以舉行 這次機會他只是想表達三個願望 1.是感恩 2.是扶老坐約 3.是期待 感恩我們德善堂的前輩們無私的奉獻 感恩各位會員年年熱熱查金奉獻不斷 為我們善堂建立了良好的基業 使得我們今天的議事有旨 有會旨 聚會有場所 讓我們的掌學敬勞活動和春秋義制以及各項的活動得以延續 我希望我們能夠傳承前輩的偉大奉獻精神 將德善堂繼續發揚光大 扶貧座右是德善堂一向的重點 今年我們特別成立了敬勞基金 用意特別慰問和感謝80歲以上的老會員 我希望這個敬勞基金有更多的人參與和支持 讓這份敬勞的心意能夠持續傳承下去 並擴大受惠範圍 讓更多的會員受惠 孫志忠表示 雖然疫情還在 善堂影響安全防疫的前提下 組織一些傳統活動 期待明年疫情受控情況獲得大幅改善 善堂可以組織更多的交流活動 吸引更多年輕鄉親加入德善堂 推動會員理事年輕化 更好地促進善堂會務健康發展 孫志忠還說 今年的獎學金頒發典禮 已經如期在8月5日 在德善堂會議室舉行 善堂一共向16位成績優秀的學生 頒發了獎學金 希望各位學子 學業有成之後 能夠回報父母 貢獻社會 回饋社區 更要多些回善堂 看望曾經給予鼓勵的前輩 積極參加善堂的活動 被德善堂行務 一代一代地傳承客去 中原院領事在致辭時 稱讚德善堂 和善堂 素來 團結相親 守望相助 慎重追遠 關心和支持中國家鄉建設事業 支持中國 國家的統一大業 為促進中美友好交流和合作 盡心盡力 在此向貴會表示敬意和感謝 他還特別向出席晚會的中山鄉親 簡介了中共二十大的情況 希望德善堂繼續關心支持中國發展建設 並為推進中國統一大業 和中美友好交流和合作作出新的貢獻 讓我秘書馬金權支持時指出 我們楊和有今日德善堂都是其中之一位得力的支持者 說到先至中會長當然是一個慈善家 也都在僑社的大名 2012年 我們中山世界人親是這個美國巨人 也都得到先至中大力的支持 在個人堅持來說 在灣區先至中是第一名對楊和的贊助 我在此也都特別再次感恩 多謝先至中和德善堂的支持 鄭卓陽副主席自答席前 高華坤監事長介紹出席宴會的嘉賓 和楊和總會管理事 洪信祥福利委員在宴會上還特別介紹德善堂 為將勁勞慈善工作傳承下去 還在今年設立了勁勞基金會 主席孫志忠抗黎立即捐款7500元 為大家樹立了好的榜樣 更希望有更多善長人佣繼續捐輸造福鄉親 接著孫志忠主席、鄭卓陽副主席、高華坤監事長等首長 分別向出席宴會的80歲長者 派發勁勞紅包和鮮花